Is China considering ending it soon? 9月24号 中华民国大陆沦陷重灾区 新疆乌鲁木齐一处名叫吉祥苑的社区大楼发生火灾 然而赤匪愚蠢的封控措施 延误消防人员的救灾行动 住户也因为大门被封死 来不及逃生 只能发出绝望的呼救 根据赤匪当局的黑箱统计 这起火灾造成死人死亡 九人重伤 不过社区居民认为 害死这些罹难者的并不只是无情大火 还有迂腐的赤匪当局 大家请看 这是三单元的也拿铁丝绑着呢 我从四单元把这个门开开以后过来以后 我们逃生逃到三单元探索所 我们都过不去 看清楚 唯一的逃生通道被铁丝封死 更绝望的是赤匪当局把责任归属一干二净的 全部推给受害者 小区不存在铁丝捆绑的问题 楼洞所有的住户门 单元门均未封闭 网上所传楼层门用铁丝捆绑的图片 为移花接木 恶意拼接 四十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 对居住建筑中通往楼顶的第二安全出口位置不熟悉 火灾发生时为进行有效的铺救 及时的逃生自救 原来逃生通道被赤匪封住是居民自救能力差 那么沦陷区的灾包唯一能够自救的方法应该就是推翻中共非法政权了 灾包这半年多来被一连串失控的清零政策搞得名不聊生 而这把乌鲁木齐的大火也就化成灾包心中的怒火 烧到了整个沦陷区 25号当晚新疆灾包上街抗议 要求赤匪结束封控 随后沦陷区各地的大学也陆续响应 到了27号这把火也烧到了上海 许多灾包聚集在乌鲁木齐路的路标高喊口号 并且贴上标语厉头写到了 乌鲁木齐的朋友我爱你们 就像爱这条路就像爱我的家人 到了这个地步 灾包终于忍无可忍 要这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习维尼下台负责 共产党下台 共产党下台 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下台 决方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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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的生活 成交的血奉 全交算的中国 成交人家 要自由 不要核桩要自由 不要核桢要自由 不要核桢要自由 大家刚刚听到的每一句话 对习惠妮来说都是晋级 然而灾包不顾一切 将这些口号喊得响吹云霄 显示他们真的忍无可忍了 在抗争现场 灾包也唱起赤匪匪歌 义勇军进行曲 希望透过歌词中传达的革命精神 来鼓舞抗议灾包的士气 只不过这些革命精神 赤匪恐怕早就网关光了 面对灾包的怒火 赤匪根本不打算处理 干脆拆掉抗议活动地点的 乌鲁木齐路牌忽视一切 把路牌给拆了 把路牌给拆了 气温 黑警除了爱用这种偷偷摸摸的小伎俩 他们也绝对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可以迫害灾包的机会 在上海 有一名拿着花束的男子 站出来喊话 鼓励灾包要勇敢抗争 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遭到黑警逮捕 中国人需要勇敢一点 大家 我家里抓走那么多人 他们现在没有老婆孩子 没有工作吗 我们不用怕 怕什么呢 中国人是怎么死的 我们都清楚对不对 对 对 而这一次灾包的抗争 也是近年来规模最大 范围最广的一次 这些平常习惯嚣张跋扈的黑警 也被逼到狗急跳墙 甚至连国外知名媒体 BBC的记者都直接动手 所幸 该名记者在几个小时后 获得释放 不过BBC发表声明指出 在他被逮捕的期间 曾经遭到黑警的拳打脚踢 反观中共当局 对这件事情的说法 居然是因为 怕这位记者在群聚中确诊 所以才把他先抓起来隔离 各位都晓得 中共打着防疫的名义 已经不晓得 害多少灾包丧失姓名 这些黑警嘴上 说要带记者去隔离 实际上恐怕是想要灭口才对 眼看上海灾包挺身而出 打响反抗赤匪的第一枪 北平的灾包也勇敢地 站出来声援上海同胞 除了要求制匪当局 释放抗疫群众 北平的灾包也正在经历一段 快速的民主化进程 除了效法六四运动的先列 他们也提醒其他灾包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上海上海这是北京 觉得中国人民斗争 争取自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没有一个 一个比较完整的行动纲领 这次的游行 大家经验都太少了 但是我们做到了遍地开花 因为大家知道 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的言论自由 还有我们的这些各方面表达自己想法的这些途径都在被逐渐地封锁 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还能走到街头上去公开地表达我们的诉求 然后也是看到最近国内其他的地方都在为自己发声 我觉得我们作为北京的市民或者说在北京奋斗的这帮年轻人也应该走出来 虽然灾包们的抗议一波接着一波 但各种标语以及网络上的贴文和影片却陆续被赤匪删除下架 灾包学生干脆高举白指 抗议无法表达言论自由的愤怒 而这样的表达方式很快引起各大城市灾包的仿效 一股被称为白指革命A4Revolution的社会运动 俨然成型 除了高举白指表达诉求 身为沦陷区顶尖大学的清河大学 也发出了意想不到的怒吼 民主反正 看来同学实在吞不下去这口气了 为了不让清华大学抢进风头 北平大学的学生也加入了白指革命的行列 只不过北平大学学生举的并不是一张张的白指 而是复杂的佛里德曼方程式 北平大学生利用freed man谐音 free man要求赤匪当局释放逮捕的抗争者 同时也象征灾包追求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渴望 可惜如此高深的学问不学无数的清零宗席维尼是不可能看得懂的 毕竟席维尼连白指所代表的意义都有理解上的困难 不过不理解也没关系 禁止就对了 依照席维尼小心眼的个性 北平应该很快就会禁止灾包携带白指 成为货真价实的止进城 虽然轮陷区的抗议如火如荼 还是有细心的灾包提醒其他抗争者 要小心境外势力的渗透 我刚刚收到消息 让大家要注意的是 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 有境外反华势力 在我们的周围 那边是小的 那边是小的 我们都是爱上公主的 请问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安克斯吗 请问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 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 我真的完完全全任何你们说的 大家火是境外势力叫来的吗 不是 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 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 哪来的境外势力 这位灾包的观念非常正确 马列主义就是最早的反华势力 当年赤匪便是利用这个邪恶的玩意儿 骗走国民政府的锦绣河山 大家务必要小心防范 北平的灾包不认为 有境外势力在协助抗争 但是在赤匪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确实有境外媒体 向南公关赵立坚发起挑战 Given the widespread display of anger and frustration is China thinking about ending it and if so when thank you A question from Reuters Given the widespread display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zero covid policy is China considering ending it soon and if so when 已经谈到的有关情况 与事实不符 赵立坚狂翻面前的稿子 却翻不到半句可以回答的说辞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他手上的白纸 哎呀 也是一堆白纸呢 真是的 原来赵立坚也是支持白纸革命的一份子 难怪他不愿意回答问题 说不定他此刻也想喊两句 习维尼下台呢 而这场白纸革命 也不只有轮陷区内的灾包加入 仍在海外的灾包 也前往当地的赤匪对外联络处 或是大型公共场所等 组织了抗议活动 隔海声援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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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共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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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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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子平 下台 随着白纸革命升级成全球性的社会运动 许多灾包也想起了几年前的雨伞革命 以及反送中运动 在经历被黑警攻击之后 轮陷区灾包终于能够体会香港灾包过去的苦难 于是纷纷私讯香港运动者罗冠聪 对不起 我之前也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这么反抗警察 对不起 以前我们看不懂 谢谢你 第一批的勇士 我支持你 独立香港 没关系 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啊 千万别再当共产党的棋子和传身筒了 虽然灾包正在酝酿一股反抗势力 但是邪恶的赤匪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就垮台 一场激烈抗争恐怕难以避免 美国驻华大使馆就发出公告 提醒还滞留在轮陷区的美国公民 我们鼓励所有美国公民 为您自己和您的各位家庭成员 保存14天的药物 瓶装水和食物供应 就连拥有强大情报网的美国 都预判轮陷区将迎来大规模的动乱 这场白纸革命究竟会如何发展 请大家持续关注官媒的相关报道 好的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 YouTube频道或追踪央视的IG账号 也欢迎您一起加入本台YouTube会员 一起壮大官媒 节目最后祝福所有付出行动 追求自由的灾包 可以早日不翻墙 便能订阅频道了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